6月22日,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举行。 本次图博会共吸引了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家参展商现场参展。 总得参展方纷纷表示,图博会汇聚了世界各地的众多书籍, 为不同文明间构筑起了交流互建的桥梁。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本届图博会的主兵国,展台面积约500平方米, 展出约120种涵盖教育、文学、童话故事等内容的阿语、英语图书, 以及沙特特色手工艺品、传统服饰和乐器等, 向中国观众展示古老与现代交融的多样文化。 每一本书里面根据它当地的一些饮食都配了一些小故事,也很有趣, 而且也跟他们的风俗习惯有关系。 沙特这个展它除了书还有摆了一些工艺品, 还有那些衣服茶的,那都了解的还比较全面的。 罗马尼亚展台以《罗马尼亚故事正当时》为主题, 展示了200多种罗马尼亚书籍和文学推广材料, 涉及文学、历史、经济等领域。 马来西亚市图博会的老朋友, 今年他们的国家展台面积进一步扩大。 相关负责人介绍,正值中马建交50周年, 期望凭借马来西亚突博会的时尚最大展区和时尚最大餐展团, 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我们有更多25公司,更多61级业, which actually we want to offer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our best product. 除此,我们有200领域 我们给予了 给予了文化在中国 给予了1000领域 所有的大学在中国 我们希望在做这个 我们将来带了文化我们 从 Malaysia到中国 尤其是 此外 集聚香港风貌和粤港澳大湾区特色的 腾飞创意香港馆 在众多展位中也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据悉 此次图博会是香港馆库别四年后首次回归 参展面积达到300平方米 汇聚75家展商 约700件展品 这本书叫做《五感十香港》 主要是有五个感觉 比如说我们的触觉 那香港是一个领海的城市嘛 那这样的话我们有很多的沙滩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沙雕的城堡 那摸下去的话你可以感受到是沙的那个质感 那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模式去介绍 我们香港人的日常生活里面会接触到的东西 我们叫沉浸式教育吧 当天下午还组织了BRBF大使带你逛书展活动 著名作家刘振云与主持人孟飞在展厅内巡展 并与参展人员展开互动交流 这个是沙特一代贵客的传统陈香墓 这样往身上的衣服上这样摇摇 然后让这个香气停留在衣服上 然后还有沙特阿拉伯的咖啡 有点特别 很厉害 本届图博会以山化文明互建 合作供应未来为主题 展览面积达到5.5万平方米 fa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